男神彭于晏之前因疫情 在台湾休息了接近一年时间 近期就去了内地复工拍摄电影 这日他现身上海出席名标活动 西装骨骨的他加上平头装 更能够突出他精致的五官 而且身材比起之前见识了很多 和之前在网上分享的相片 又黑又瘦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现在的他恢复阳光气息 也增加了少少成熟男人味 在场记者还觉得他有几分优雅 问他对优雅这个形容词有什么看法 就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感悟 理解 很久没有公开露面的彭于晏 也被问到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还有没有什么得着和收获 我觉得2020跟2021特别快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很快就到2022了 现在又发现好像又要回到2020的感觉 我的回顾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防疫 安全第一 爱惜身边的人 家人 多花点时间陪伴 值得陪伴的人 这很重要 因为觉得时间很宝贵 彭于晏表示刚刚拍完一部电影 所以最近都比较有空 还已经计划放假的活动安排 接下来就准备过年了 放假了 可以玩了 我们准备去哪里玩 想去 冬夜开始 大家都关注冬夜 一想滑雪 因为以前就很爱滑雪 一直没有机会 如果现在有时间的话 哪里比较方便就可以去哪里滑雪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